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说 仪趣是正己化人 注解里面讲得很好 所谓其身正不令移行也 正己有许多功夫 化人有许多妙容 人能正己 未有不能正物者也 这几句话讲得都非常肯定 要帮助人 帮助这个社会 昨天我们也讲了很多 最重要的 还是在自己 自己不正 想帮助人 就非常困难 当然 会遭遇到很多障碍 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 是同理 自己都要好清楚 好明白 自己的心正 言正 行正 自然能得到大众尊重 不单止大众对你尊重 鬼神对你尊重 鬼神对你尊重 冥冥之重 自然得到拥护 更能得到诸佛护念 自己要行得正 最重要的是心正 我们每个人 也都想学 好然意学 为什么学不来 学不来的原因 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 放不下 都是被这件事情 障碍住 所以想自己 这个心行得正 必须 必须 将那些障碍 写了 但是有些同学说 我们也好想放下 就是放不下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老实说 原因是对 诸法实上 未能了解 所以说 释述 释迦牟尼法 说法49年 49年 说的是什么 一句话 一句话 就是 诸法实上 一句话 以现在的 宇宙 宇宙 人生的 真相 真相明白了 自然就容易放下 一些难处都没有了 但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既深又讲 很难明白 所以佛用这么长时间 尤其是专讲这件事情 就是《般若经》 佛讲《般若经》讲了22年 说法49年 《般若经》佔了22年 几乎佔全部时间的一半 用这么长时间苦口婆心 只有一个目的帮助我们看破 看破之后 修行菩提道上 就没有什么大障碍了 菩提道是个什么道 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之道 菩提道是印度话 意思是觉悟 我们生活在朗言大觉之中 对人对事对物 都不会迷惑颠倒 所以菩提道就是生活 就是日常工作 就是对人对事对物 一种正常的活动 正常的活动 就是菩萨的生活 佛的生活 我们学法 目的 也就在这里 这一点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的 不可以将佛菩萨 当作神明来看 祈求神明保佑我们 这种观念就错了 正己化人 在功夫上 当然 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观 也就是说 对人生的看法 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看法 有正确的形智 这种是智慧 有了智慧 还要有功夫 功夫是什么 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这种是功夫 必须要克服 烦恼习气 无耻劫力 养成的 现在讲习性 习惯成自然 习性 那些习性 很可怕 很麻烦 很难 断道 但是如果不断 虽然理解了 亦无用 还是要搞六道轮回 还是要堕三恶道 三恶道 三恶道 怎么去的 是非人我 贪嗔痴慢 这些观念 这些行为 是堕三恶道的 业印 我们将那些因素 消除 写了 这样才不会堕三恶道 但是 有几个人 能消除得到 为什么 消除不到 他不肯克服 自己的烦恼 集气 六近 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他自自然然 就生起 贪嗔痴慢 自自然然 生起 自私自利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 佛教我们 要做个转变 这句话 讲得好 一定要做个转变 在功夫上讲 要转恶为善 从哪里转起 从念头上转起 从行为上转起 以前 我们念头是为自己 行为都是为自己 将这个念头转过来 从今以后 我们为人 不为自己 念念念 为人家想 为社会想 为一切众生想 世间 可怜的人 太多了 他们 为何 为何 那么可怜 没有人 教他 不知道 行善 不知道 积德 恶印 感受 果报 欲得 欲得人身 衣食 时时不足 我们 我们看到 要尽心 尽力 帮助他 释迟 释迦牟尼佛在世 不单止他老人家自己 他那帮学生 不是不可以那些富裕的生活 他做得到轻而易举 他是皇子出身 国王大臣 是他的护法 物质上 要什么享受 对他来说 都不是困难的事 他为什么要去托拨 为什么去过这么清苦的生活 母弟仰 无非是想省回一口饭 给那些没饭吃的人 帮助他 他是不是能帮得到呢 同个位说 真能帮到 减损自己的物质 受用 帮助那些缺乏的人 这种心 我们就没有 那菩萨行 当然就没有可能了 先要有这种心 这种心 是纯善的心 纯善之行 所以感动 天龙善神 都无辞 一生中 教化众生 才能收到效果 我们学佛 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要有真正的功夫 我们现在在物质上的受用 以饮食来说 三餐还不饱 还要吃零食来补充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身体是业障身 心有业障 身也有业障 饮食 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 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生命 身体 是一部机器 这部机器 不断地运作 运作需要能量补充 饮食 是能量补充 业障重的人 消耗量大 补充少 他就会病 他就工作不了 消耗量量小的 他就会工作一样正常 能源的消耗 到底消耗在哪里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知道 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概 总会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网念上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胡思联常 修行人 同一般社会大众比 心地总比较清静 网念少 网念少 消耗量就少 所以 所以他补充就少 誓尊为我们初学的人 示现 教我们将一切忧虑 牵挂 这些烦心的事 放下 因为都是无必要的 那你身心健康 你消耗量就逐渐减少 所以一日一餐够了 那一餐不吃 也无所谓 也照样去运作 这个是事实真相 我们经常看到 阿罗汉心非常清静 妄想习念几乎没有了 他能量的补充 一个星期托潜一次 也就是一个星期吃一餐 他那餐饭一个星期够了 他养分够了 辟知佛 定功更深 比阿罗汉的心更清静 半个月度一次拨 两个星期吃一餐 他足够了 老实说 佛同发生大事 他们用不用饮食 不用了 可以完全断了 佛陀在世 是示现给我们做榜样的 如果在他那种身份上 他可以完全断除 完全断了 我们凡夫看到做不到 那种更得了 所以跟我们说 修行人每日吃一餐够了 修清静心 重要 善悉为食 发气充满 用善悦 用发气 来滋养你的身体 用清静心 这种是消耗能量最少的 这种都是行门上的功夫 这种功夫 要在日常生活中去锻炼 念清静心 念清静行 清静心清静行 没有别样 放下 没有关系的事 要放下 没有关系的念头 要断除 时时保持正念 现前 正念 就是念佛 二六时重 时时刻刻 心里头 只有一句佛号 这种是正念 一切众生 不知道佛法的殊性 不知道念佛的好处 我们以善考方便 帮助他 让他知道 念佛的好处 亦能 学习 效法我们念佛 佛 菩萨 帮助一切众生的事 讲不尽 但是 只有一个目的 最后 又道他 念佛 这个目的是 是纯正的目的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目的 所以 处事代人 占文 你要慈悲 要宽宏大量 要认识大体 绝对不可以 随信自己的情欲 随信自己的情欲 就是随信烦恼 你会做错事 佛家说 你会做业 所以在日常初步功夫 我们要将 是非人我 淡化 断不容易 先将他体淡 尤其是 毁如 受到人家 毁谤 或者 有人对你赞叹 毁如 不动心 你的心 慢慢 就会清静 没有必要的事 没有必要 知道 没有必要 接近的人 没有必要去认识 古人 古人说得好 知事多事 烦恼多 适人多处 是非多 烦恼多 是非多 你的心 你的心 怎能清静 你的心 不清静 你静业 就不会成就 我们 我们欺求的 用这句佛号 将我们的妄想分别 执着念走 心里面一有习念 阿弥陀佛提起来 习念就放下了 真的 二六时中 只有一句佛号 妄想集念 不起来 你功夫成就 你往生就有 把握 你和阿弥陀佛就感应道教 一面念佛 妄念不断 共赴当然不得力 有人问 学交 亦分心 是否集念 学教如果为自己 明文利养是集念 学教是为光大 佛法 普渡众生 这是正念 由此可知 我不是为自己 我为众生 破迷开悟 这种就是正念 言前 如果为自己 明文利养 这是轮回的念头 讲经说法 还是做轮回业 是轮回业里面的善业 那部在三善道 如果明利养太重 大概三善道都无份 那去哪里 恶道里面去享福 总之 宏法离生是受福 过分重视自己的明文利养 贪图 五欲六层享受 畜生道里面享福 恶鬼道里面享福 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 不声门拒 各位想想 安世高 当年他同学 共亭狐狸王 畜生道 蛇身 他做的是什么业 他是出家人 明经好事 佛法的道理通达 又喜欢暴示 自私自利无放下 托伯 托的那顿饭 大概不多好吃 自己不喜欢 心里面不多舒服 就做这种业 来生 堕畜生身 畜生福报大 他明经 他有智慧 所以堕畜生身 去做龙王好凌 凌是他有智慧 福报好大 一千里内的信徒 都去拜他 都去供养他 福啊 他喜欢报事 扶不堪言 去做龙王 安世高去度他 和他讲经说法 劝他回头事案 安世高传记里头 写得很清楚 小小小不如意 不满意 明经好事 还要堕三途 我们现在经 亦不明 亦不好事 脾气比他大得多了 你将来去哪里 那不是很清楚 很明白了吗 你绝对不及他 所以想下这种事情 实在可怕 知道可怕就回头 就不敢起个恶念 不敢有恶的行为 所以传记多独有好处 能时时刻刻警察自己 勉勉自己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